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义政经营 今天继续带来黄金美元的每日交易指南 那么今天晚上是周一 没有什么很重磅的数据和事件 我们看一下今天有什么重要的一个基本面 首先第一点就是美银细数了六大看空美元的理由 那么这些理由是非常好的 能够帮助我们这一些散户投资者 从专业的机构角度去看 这个机构它列出的理由 有哪些我们是没有思考到的 有哪一些点我们认为是我们已经能够思考到的 做到一个思想上的统一 那么这六大理由 我们下面就一一给大家去做一个分析 美国银行的首席投资策略师表示 随着多重利空的聚集 美元已经开启50年来的第四轮熊市 比如说美元指数恐怕将会大跌20% 那么根据它的一个报告显示 市场正进入一个充满冲突 地缘政治孤立主义 民粹主义 财政过剩 国家干预 监管和再分配的新时期 可以看到 这一大串的问题都和政治的关联性比较高 这些因素将导致3%到4%的通胀率和3%到4%的利率 常态化 那这里面就等于美国银行给了我们一个区间 就是你美国不管怎么去加息 不管怎么去调控 你想回到2%可能性并不是很高 那么根据美国银行所列出来这些核心的问题 显示现在美国的利率顶多再往下跌的话 就是3%和4%之间 你就没有办法再控制下去了 因为这是一个大环境所造成的 不是说你一加想去加息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那么他预计美联储将会在5月3日停止加息周期 美元短期内将保持区间波动 那么他这个预测和我们节目一直以来都说 5月份美联储暂停加息 这个观点是一致的 那我们看一下他列出的6大理由 第一个 美国的预算测制飙升 这一点我们知不知道 我们普通交易者其实也知道 过去12个月 美联储的测制为1.8万亿美元 占国内GDP的6.5% 那么这个量还是比较大的 第二点 美国的债务上限的最后期限即将到来 这个我们也是知道的 3月份的预算测制为3780亿美元 现金余额仅为1090亿美元 美国政府可能会在7月4日之前耗尽现金 所以这个美国债务上限的时间节点 大家记住了是在7月份左右 第三点美国的债务上限违约率上升 5年期的信用违约掉期为45个基点 而上年同期为15个基点 那么这个美国债务违约率的一个上升 这个点我们之前是没有分析过的 也没有观察过 所以他列的这个理由 就帮我们弥补了一个核心的点 第四点 美国银行危机意味着美元的避风港地位下滑 比如说你这个美元 很多的国家 把这个钱放在你美国银行 或者说民间的资本放在美国银行 已经不安全了 使得这个美元避风港 就是美元的避险地位下降 这也是黄金为什么上涨的一个核心原因 你美元美国本土的美元的避险地位下降 这个很重要 第五点 随着欧冲突破使各国使用不同的货币进行交易 石油人民币的想法加速扩张 那么就是动机根本的一个原因 第六点就是中国和日本减持美国国债 外国人拥有了7.4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所以看到了他这里面所列出来六个点 基本上我们都知道 只有第三点和第四点 他的分析的方向 以及所提到的点 是比较我们值得关注的 可以看到这六点 以美国当前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机会去破局 第一点 他的财政赤字 这个有没有办法破局 这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 很难去破局 第二点 债务上限的日期到来 这个有没有办法破局 这个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 没办法破局 第三点 债务违约率的一个上升 这是一个市场的趋势 它存在一定的变数 所以这个不一定会成为核心点 第四个 美国银行业危机意味着美元的避风港 地位下滑 这个点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 美国现在有没有相关的政策措施 去挽回市场的信心 答案目前为止是没有看到的 反而美国是到处去搅局 所以第四点的目前短期去看 美国也没有办法去破局 这个第四点就需要很长的时间了 才能够解决 第五点 不同货币的进行交易 就是去美元化 你说这个点 美国现在有没有办法去破局 也是没有办法去破局的 因为你现在国内的政治 面临着2024年的换界 已经政治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 同时你的银行的避险 你美元的一个避险 这些都不存在很明显的这种信心 所以第五点呢 去美元化 美国现在也很难去做一个破局 对吧 第六点啊 就是减持国债 那么这一点呢 就看你和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有没有缓和 那么现在美国是没有松口的 一旦松口的话 又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承认自己过去的一些行为呢 是错误的 就是面子上丢不起来 所以第六点呢 短期之内啊 也很难去做一个破局 因此在这一个六点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啊 完全处于被动的一个阶段 很难在这一个六个大理由里面呢 去突出重围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美元啊 持续的一个下跌 我们认为也是一个高概率的事件 只是说它怎么跌 是盘整一段时间再跌呢 还是直接下跌 这个就不一定了啊 因为盘整一段时间再下跌 它盘的时间盘多久 你不知道 比如说盘到7月份 在一个区间盘到7月份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要规避的就是盘整的一个问题 但是整体的大方向 大趋势呢 美元整体一个下跌的概率啊 目前去看的问题不是很大 那就意味着什么 黄金未来还有创新高的一个潜力 这个耶伦表示 美联储没有必要再加息 这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里面又提到一个点 是之前我们没有深刻去思考分析到的 周六时间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 在近期美国银行业经历动荡和危机之后 美国银行业可能会更加谨慎 并可能进一步的收紧贷款 在这一前景下美联储进一步深吸的必要性已经消失 什么意思啊 就是美国的银行可以减少贷款 减少贷款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市场美元流通的数量就会减少 那你美联储加息不就是为了回拢这个美元减少市面上的流通吗 那么现在OK银行的收紧贷款这个措施 那么这种措施就使得你美联储不需要去做这一步了 因为市场已经自然去做一个调节调控了 你再加息的话可能会加剧银行业的一个风险 所以这是一个耶伦的观点 这个耶伦认为美国的前景依然是温和增长 劳动力市场继续强劲通胀下降 可以看到耶伦目前还没有提出很多有建设性的一个方案 其实耶伦的一个方向就是想要跟中国谈和的 但你看到他几次想要去访问或者说几次发表言论 都被人家批评 所以他执行不下去 那么美联储公布的每周银行资产负债表数据显示 美国银行贷款尚未出现实质性的恶化 比如说美国的银行的健康率目前去看还是比较可以的 那有人问耶伦说现在全球去美元化 你怎么看耶伦承认存在潜在的一个风险 美元的独特性是世界上最安全流动性最强的一个资产 美国国债的一个支撑 那你看看他提到这个点呢 就是美国国债现在是大家都在抛售的 美国国债现在的信誉度是不是也在下降 虽然说现在短期之间难以找到替代品 但是现在大家已经逐步在转型了 所以你耶伦所引以为傲的美国国债的支持 这个点可能会慢慢慢慢的不成立有瓦解的迹象 这个耶伦表示我们有非常深厚的资本市场和法治 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其他国家有这样的基础设施 即制度基础设施 刚他提到两个点就是美元之所以现在还能坚挺 或者说他认为美元还会坚挺的两个点是什么 第一就是非常深厚的资本市场 这个点的确现在很难有人攻破这一个点 这个是客观事实但是法治这一块已经受到很多人的质疑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盟友对吧 世界都对你美国整体法治这一块存在很大的一个质疑 耶伦所以仗的三个核心点 美国国债的一个支持 深厚的资本市场和法治 其中有两个其实已经出现明确的一个动摇了 最后点我们看一下 就是法国的养老基金改革写入公报 这也宣告着马克龙在这一次法国内部大罢工里面 想要推行政策完全胜利 完全胜利 法国养老基金改革引发的混乱迎来了新的发展 周五法国宣法委员会批准了马克龙政府提出的养老基金改革方案 该法案将法国最低的退休年龄提高两年至64岁 周六凌晨 该立法被写入法国公会公报并公布 法国劳工部才在周五确认的改革将于9月开始实施 那么这个时间跨度还比较长 现在是4月份到9月份才实施 还有5个月的一个变数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点 就是这个立法怎么样顶住了罢工 顶住了来自民间的压力 我们问一下马克龙希望邀请公会于周二举行会议 并商讨相关的一个议题 这是一个什么 胜利以后我已经有法律在这里面 我已经有明确的宣法支持的时候 我在跟你谈 看你愿不愿意谈 那么这个抗议的领导人表示 不愿意接受5月以前的任何会议 不愿意跟马克龙谈 并且他们表示5月1号举行新的大规模抗议 假设5月1号以后 法国的罢工依然没有掀起任何的浪花 那么马克龙就会真的在这一次的斗争当中完全胜利 那么一旦胜利就确立什么 确立在法国内部高层 在宣法各方面里面都是支持马克龙的 高层对于法国当前经济的不容乐观 以及恶化各种问题 大家都已经经过深刻的讨论 你这个罢工后续哪怕再去弄 也不会掀起什么大浪了 你看还有抗议人士则要求宪法委员会 审理马克龙要过会议 利用行政权利通过养老金法案的做法是否恰当 但是宪法委员会并未回应该请求 驳回了工会和抗议者申请举办全民公投的一个决议 认为此举延长政治和法律的不确定性 看到没有 所以马克龙我们看到最近比较硬气 看来它是有受到法国整体比较高级别的支持 好以上就是今天基本面 可以看到今天基本面 给到的是一个宏观层面的识别和判断 不是短线交易所需要思考的问题 那么宏观交易 我们知道它价格波动空间会比较大 所以你在交易观中 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 以技术分析为主 下面我们就进行技术分析的一个解读 我们用K线法则给大家去做一个解盘 想要学习K线法则交系统朋友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我们看一下黄金的摄像图 在摄像图里面 这个黄金目前是一个看空的逻辑里面 多公分析是在2023.29这个价格 那么下方支撑有两个 第一个是1987附近 第二个是1960和1955 那么请大家注意 哪怕真的跌到1960和1955 它整体这一波的大的上升逻辑没有变 并没有发生改变 你看你哪怕真的跌到这个位置 你这边是还有很明显的这种低点抬升的依托 在这里面是存在的 反而会成为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空间 所以这个黄金我们认为大暴跌 大暴跌这个概率并不是很高 那么就目前四小图里面去看 前方这些低点区间 比较密集的低点支撑平台是有效的 所以这个黄金如果是真的有这种明显的大跌 跌到这些价格附近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它是一个低吸的机会 那么今天晚上怎么看呢 今天晚上我们看到大概率会在这个区间做一个震荡 也就是在上周五的一个低点 1995和2000这个价格区间做一个支撑 上方的2023附近是一个阻力 在这个区间震荡的这种概率会高一点 那我们建议大家是以低吸高抛为主 那么低吸的时候 因为核心的一个支撑位可能还没有到 你控制一下仓位 那你说会不会大涨或者大跌呢 这个是需要一定的刺激的 那目前去看有没有明显的刺激啊 没有啊 我们等一下我看一下美元啊 看下美元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看这个缘由啊 那么缘由我们看到整体而言呢 整个市场啊比较冷清啊 比较冷清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了中东大和解 大家都在观望 或者说中东大和解 里面很多的会议 很多的事情要做 所以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个 原油价格波动的问题 并且中东大和解 它是一个阳谋 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 所以市场的关注度呢 现在还没有放在油价里面啊 反而关注这个中东的和解 那我们就不断思考 假设这个中东和解完成了 那么就完成一个大一统 一旦完成大一统的话 是不是就表示 更能够和美国对抗 那么一旦和美国对抗 并且它的能源的自主独立性 控制性 互相之间沟通交流 更加的步调一致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原油你说是上涨还是下跌的 那当然是会偏多为主 对吧 偏多为主 第二点呢 哪怕你这个大和解 从中有人做梗 真的出现问题的 那你想出现问题的话 这个原油是涨还是跌 还是涨 所以现在原油呢 在中东这一块呢 吸引了大量的目标 市场的资金不敢轻碰这个原油 所以现在大家关注点是在经济这一块 而经济这一块呢 我们看到很多的经济转向 已经开始明显的抛弃政治层面 开始真正的投入到经济的一个发展 所以从经济层面去看呢 大家为了经济复苏也是很拼的 所以整体而言这个原油 我们还是偏向于看涨为主 看涨为主 所以呢这个原油啊 我们这一代是以低息为主 你看这个缺口 对吧 减产这个缺口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补 说明这个多图还是比较强的 只是现在呢 缺少很明确这种刺激点 低息为主 那么因为近期的原油呢 都是在震荡为主 对吧 所以我们看室温图就可以了 在室温图里面呢 这个原油啊 第一个下跌目标已经完成啊 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反弹 那么反弹如果说室温图能够站稳 82 那就表示这个原油呢 今晚上可能还是在这个区间里面 做一个震荡 所以今晚上呢 比较关注的支撑位是81.6这个价格 如果说原油能够跌破81.6 那么人认为呢 这个原油会跌到80.9和80这个价格附近 所以你如果说想做多的朋友啊 可以在81.6做一个止损 逢高去 逢低去布局一个多单 一旦跌破81.6呢 你可以继续的跟进空单啊 看到这个81和80这两个价格 那么这个原油是涨势跌呢 近期这种盘整的话 很难去给到一个明确方向 但是从宏观层面呢 还是以低息为主 短线上呢 建议大家快进快出 我们看下美元啊 美元呢 现在已经到达一个比较关键的点位 这个价格 你看2023年的2月份 这里是一波下跌 所以他遇到前方的低点 有可能想去形成一个双顶 所以这个美元呢 在这一位置做一个反弹 很正常 很正常 那么这个反弹能不能成立呢 能不能撑住呢 那么就目前去看呢 这个位置啊 撑住的概率应该不是很高啊 要破位 要破位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美元啊 这一波反弹呢 应该只是一个短线行为啊 短线行为 在事小图里面呢 根据我们的K线法则啊 美元上方的阻力有两个 第一个是102.19 这是第一个阻力位 第二是102.89 那么它的多空分界的是在110.5 这个价格 也就是说今天晚上这个美元 只要不破110.5啊 我们就不看空 那么上方两个阻力是去102.19呢 还是去102.89呢 那么今晚上因为市场比较清淡嘛 所以我们看到102.2 这个价格附近了就可以了 就是去摸这个102.89的概率啊 不是很高啊 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区间做一个盘整 你可以关注一下 如果说这个美元跌破了 这个多空分界往下跌 那这个黄金你可以考虑 去做一个多单了 那今晚上的行情呢 可能不会那么大啊 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白银啊 白银的整体的一个上升趋势啊 是没有发生改变的 这个白银呢 我们认为会做一个区间震荡 那在这个区间里面做一个调整为主 那么上方阻力是25.9 下方的支撑是在25.17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期货市场啊 很多的金属类的商品呢 是大涨 大涨 特别是一个锡 缅甸呢 限制这个矿业的一个开产啊 影响全球锡的一个供应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类保护性的反案 保护性的这种措施 会在各国不断的兴起 所以基础金属呢 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反反复复 反炒的一个过程 真的有没有提示过大家啊 如果说你要做资源类的股票呢 现在其实是可以考虑的 那只要判断一下 哪一种的资源是比较集中的 比如广泛那种呢 你就不用考虑 像这种C啊 有一个地方 如果说一旦出措施 它就会涨 那么这种呢 你可以重点关注啊 像这种比较广泛的啊 你的分布也很均匀 我的分布也很均匀 这种炒的概率就不是很高啊 好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啊 可以在评论区 我们沟通交流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